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相信大家看了我的影片這麼久 對我後面的護膚品架這個地方都很有興趣 所以今天我就想拍一個算是tour 因為上次影片很多人發現了我這裡 多了一些新的成員 所以順便介紹一下 在開始之前我做了少少的利紳士 雖然作為一個處女座 但我是沒有任何潔癖的 而且我沒有特意去撿出來做一個完美的效果 這只是平時展示的狀態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有少少髒 有少少塵 有少少不整齊的話 這個是很真實的Hidy 我們現在開始了 這裡就是我房間的桌子 右邊是我的IMA 然後多一個一半的位置 左邊都是我的護膚品或者化妝工具 化妝品你會發現不在這裡 通常都是放在下面 這些櫃桶裡面 甚至乎是其他櫃桶的 我們現在 近距離深入去看看 上面那一層 會找到很多不同顏色色系的眼影盤 如果有什麼特別的妝想化 都可以容易在這裡找到 然後左邊 就找到一盆 很噁心 有很多層的雪花獸 我其實已經用過很多瓶 哇 真的很噁心 但是因為自從發現了 HU的這一款之後 我就覺得它好用 雪花獸很多 我就每年冬天都是用HU的 之後呢 有一支在澳洲買回來的 Serum 我覺得它一般的好用 然後呢 有兩支 The Ordinary的精華 都不是精華 那些油來的 這支是B Oil 我就覺得很難吸收 然後有一支Squaline 我就覺得其實它挺好用的 不過我有更多更好用的產品 就比較少用它 後面呢 就有一支Make Up For Ever的頂妝噴霧 我純粹是 每用完一支 就會換另外一個牌子 看看哪些好用一點的 然後就有 The Ordinary的一個 維他命C 精華 我敏感 所以用不到 最後呢 後面就有這個 一個廣原糧的菜瓜水 這些簡直是童年回憶 我一直都有保持著一支一支買回來的 而下面這一層呢 你看到超級多產品 但是它們全部呢 都是亂中有罪的 裡面那層呢 例如放了一些素顏霜 不過和素顏霜 八字不太合 然後裡面有雪花瘦的一個 導入精華 但是現在用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好用 然後一些自白機的 Toner 後面有固的鼻貼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說 雖然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但是呢 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的皮膚不穩定 真的用它三五七天就好了很多 但是太貴了 我不會每一天都用 其他很多不同功能的Toner 譬如這支花水 這支是我新買的 台灣買回來的 但我未試清楚 然後有我的去角質Toner 喂 這支大家 是不是買到沒有貨了 很多觀眾跟我說 現在買不到 我還未買一支新 然後後面有我的無印濕膚Toner 然後會有不同的霜 應該有一支 倒了應該 有支維他命E 然後First Aid Beauty都在 然後這個是我的 MECA防曬 還有我的止汗霜 超奇怪 我在台灣、日本、韓國買 都可以全新用 但不只在香港買的版本 只寫著腳 不過我還是要塗其他地方 然後前面 這裡分了Doremi三塊 左邊是放了一些不同的唇膏 因為它是九宮格形式的 所以很適合放唇膏 這裡一支小小支是什麼 就是之前DR.Wu給我的安瓶 但我覺得用起來有點太潤了 所以我就用了一點 然後中間這格是我比較常用的 例如有Too Faced的Hannover Primer 之前試用的日霜 我用了很多 之後每一天都要用到的 The Ordinary Eye Gel 這裡已經是用到第三支 之後有Bio Essence Gel 這個也用到第二支 然後這個就是我最近收到 觀眾送給我的一個 增長折毛精華液 我現在正在試用的 其實折毛是長了很多的 但又未至於前後對比 直折毛那種感覺那麼誇張 所以我會用多一會 如果有些更誇張的效果 我就會再分享給大家 之後DRUNELEVANT的美白精華 我就不太推薦了 不過我都差不多用完 會放在風評記的時候再說 然後就有Palmara的一個面霜 通常如果大家敏感皮膚 我都會建議大家去買這個 但香港好像很貴 我每次在韓國都會買一支回香港 然後去到右邊 這一格就會有MECA 另一個防曬 這支會帶去長洲用的 我經常都不記得拿過去 然後就有我最近最常用的粉底 你看到這麼多粉底之中 它已經用到這麼多 其實已經很聰明了 然後有GILLAN的粉底 然後之前冬天很喜歡用的BOLI BRA 但現在用的已經是瘋狂的 妝會掉了 因為太滋潤了 而另外就有澳洲的保濕精華 但最近很多新寵 所以我把它放在後面 好 到前面這一排 就是大家平時最留意 成員多了少了都看到的精華裂 左手邊就會有DOTAWU的 一個角砂潤紮修復精華 然後下面是Chateau Brie的Magic Cream 這個超好用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 不過很捨不得用 所以經常都很少用 然後MISSHA這個 之前放在辦公室的 然後拿回來之後 又沒有拿回去 所以經常都用了很多 但其實我覺得它是普通的 然後到這兩支 就是叫FATIV 一個香港的小種品牌 我覺得它有點像香港的The Ordinary的感覺 也是用這些 說了他們的成份 來做他們的名字 是很刺激的 但我覺得也好用的 特別是這支美白精華 我用完之後真的白了很多 遲些應該在最外片會說到它 我不多說了 然後就到Kiehl's的這支Super Serum 我最近才收到 但已經很喜歡用它 它是超清爽的 所以夏天 日常用的時候 你都不會覺得有負擔感 而且就算補另一個精華 你都不會覺得很厚重 然後這兩支 都是台灣牌子 跟剛才的Toner一樣 都是新入手的 這支是晚上我會用到的精華 它的延展性很好 然後這支是一個精華油 我用來晚上用完之後 再按摩臉 就可以去一下水腫了 我臉已經太大了 最近在努力中 然後這支Dore Mi Faso 經常都說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說了 然後旁邊 就有我的牛油果眼霜 也是用Kiehl's的 之後就有他們的ultra facial cream 我也有時候會用到 然後這支是一個觀眾送給我去試用的 這支霜的質感很有趣 好像蠟燭一樣 一摸它就會變成油 但對我來說 平日用太潤了 如果我鼻敏感 不斷流鼻水流得很厲害 那一天脫皮 第二天我用了它 就會沒事 所以我就用來急救用 我們說完這邊架 不如順便說這個地方 其實這裡有一個雜物 不是儲物櫃仔 裡面放了我的化妝棉 棉花棒 後面這一大堆都是化妝掃 其實就不是我全部的 不過我想用的通常都會放出來給自己選擇 不要以為沒有分類 上面這裏就是一些小的 例如煙枝掃 或者光影掃 下面這裏就是一些大面的掃 例如碎粉掃 或者是陰影掃 然後中間這裏就是一些眼影 或者眼線 總之關於眼視的細掃 有分的 左邊是洗了 然後右邊是未洗的 然後左邊這一棵 就是一些我很少用到 但是偶然都會想用的掃 就放在這裡 之後就有四個美容器 這裡有一個Juno 是最新的 然後這兩個是Real Technique 我覺得最性價比高的就是他們 這個就是最原始的真正的美容器 這兩盒就是我最常用到的碎粉 有Hourglass的這一款 說了很多次 還有超級好用的Maybelline Fit Me 我都放在這裡 一個開解一個專櫃 讓我自己去選擇 因為片長的關係 我不會逐支講解 今天如果逐支講解 應該三個小時都拍不完 這條片 對了 如果你們對哪一支特別有興趣 有什麼問題要問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另外如果多人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拍一條小小的review 放在Instagram做IGTV 因為我最近發現IGTV真的蠻好用的 電話拍一條小短片 然後剪又不用那麼久 沒有Youtube那些那麼久 還有內容不需要這麼多元化 可能一兩分鐘就已經可以上載給大家看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所以這陣子我都會放多點IG 其實和大家多一些不同的互動 所以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 是Hardsell自己的IG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家福 星期六更三點和星期日更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